對方先坐著 然後人家起來 他把他放下去 你覺得這個容不容易? 是不是偶像劇這樣 以我來講 我這樣要起來 我是只能這個方向 那你幫我抵下來 其實我其他很難去抵抗 因為這是我很難出力的姿勢 這個你們每一個都會 你知道嗎 不是我已經起來之前 以前衣袖的時候 你用手指頂著他就洗不來 對阿 對阿 你的平衡偏掉之後起不來 你本來要起來的時候 起來 從這邊放下去 不是一樣意思 角度很難洗 所以這個東西是簡單的 他在示範這個作用的時候 如果他本身還沒站起來 就被放下去了 這個沒有技術門檻可言 這就是中間呢 你身體稍微把它卡一下 他就坐回去 你懂什麼意思嗎 角度很難洗 但是如果你站起來的時候 我硬要把你推下去就有困難 對不對 我如果硬把你推下去會怎麼樣 我可以擋得住 他擋得住嗎 他腳有結構嘛 對 那黃信賢的請坐公是站著的時候放下去 很好嗎 大概很搞笑阿 所以外型很像 但是他在做事情不一樣 還在開上表演 那黃信賢的請坐公 你是要連到人家筋膜才放得下去的 你看嗎 腳會軟耶 對啊 腳會軟阿 因為你這下接的時候把他筋膜連起來了 甘絲爺他所謂的關門是筋膜的門 一般比如說在發幾進的時候可能是 身體鬆上去彈出去這樣子 對不對 那那個老師示範他就類似這種味道 他是手在這邊開 欸 送出去 這是什麼感覺 被彈走 拋出去的感覺 因為我的質量往裡面送的關係 可是你們如果去看甘絲爺他的推手影片 他不是這樣發勁的 他不會發這種勁的 因為那個 破綻太大了 要達成這個最終結果 他總共有多少東西在位移 一二三 要有這麼大一個開合的動作才拋出去 對吧 所以甘絲爺他的進法他不是做這種東西 他做的事情關門關在這裡 不要碰 哈哈哈哈 你怎麼那些 我沒有碰到這裡 你怎麼口可 沒有 我们下期再见